专家,中美关系全面脱钩美国对华政策已彻底失望,中美贸易战可能不只是暂时的擦枪走火,有中国学者警告中美关系已步入全面脱钩阶段或将步入十年黑暗期,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彻底失望。 广告中美贸易战剑把弩张围绕中美关系的讨论也预发热烈。 6月29日,晋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、民间智库海国图制研究院院长陈定定在一次公开演讲中,表达了她的悲观态度。 陈定定在发表题为《战略竞争下的中美关系未来》的主旨演讲中表示,中美现在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,不只局限于贸易战,而是步入全面脱钩阶段。 未来五年,至十年中美关系,或将进入黑暗期。 她表示,美国若在经贸、安全等多个问题上,抓准中共的薄弱点进行攻击。 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将受到重大冲击。 陈定定认为,中美关系以后会逐步地进入脱钩阶段,或步入部分领域的脱钩过程。 从经贸层面来看,贸易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压仓使两国的摩擦,甚至冲突会增多。 从战略层面来看,美国对华战略的包容路线,可能已经走到尽头。 在这个背景下,中美在亚太地区发生安全摩擦,甚至冲突到可能性增大。 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空间变窄。 在台湾、东海及南海问题上进行交锋。 中共面临大问题自由亚洲5月30日刊,当署名魏普的一篇评论文章称, 同美国经济脱钩中共的问题,将会很大文章称。 中共进出口银行原行长李若谷在中信年会上承认, 中共目前并不具备另立一个市场和美国相抗衡的能力。 如果投美国经济脱钩,中共开放40年所谓第一大贸易国,第一大制造业国,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,17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等等,有可能会大幅回落。 另外美中经济脱钩将会导致军事方面的对立美中双方,最近在南海彼此忽视眈眈。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,美中经济脱钩,是政治军事冷战的前提。 他担心中美新冷战正在变成事实最坏的结果,是美中经济脱钩。 最终会导致美中关系全面摊抬,最后竞争的,就是政治制度美国朝野,已达成共识,中共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。 中共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,中共现在做的一切,就是试图取代美国的位置。 中共阵囊们认为,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不可避免。 不过大陆网民,对于中美关系的紧张趋势,似乎与政府的论调有些相左。 有网民说,进入了黑暗才能走进光明川普特朗普做的,实际上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是有帮助的。 美对中共定位发生转变事实上,美国对中共的定位,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,就有明显的转变。 2017年12月18日川普发布的首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中33次提到中共川普在前言中说, 美国面临来自全球日益增大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的竞争,并且首先点名中共及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。 川普指出,中共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、影响力和利益,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。 他们决心使经济不自由和不公平,发展军力,控制信息和数据,以压制他们的社会。 即扩大其影响力今年1月19日,美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,点名中国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。 中国共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来恐吓邻国,并且军事化南海地区。 2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式审议报告,指出在美国继续削减自己核武器的同时,其他国家,包括俄罗斯和中共却被盗而驰,针对美国对中共的强硬。 转向陈定定认为,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攻击性和长期性的,基本已经放弃改变中共的期待。 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彻底失望。